不晓得创世纪第一章背的怎么样 B'Reshit B'La'Ala'Chim Ev HaShemayin W'Ev HaO'Rish 背的怎么样 可以吗 那就再给你们时间 下礼拜再考核 因为我们要赶进度 翻到我们的课本 第十四页 Page 14 在Page 14呢 你看到 就是有六个子音 我们过去有注意到的 就是这六个子音呢 分轻音跟走音 还记得这六个字吗 在Page 14页 你看到 看到吗 这六个字 那这六个字呢 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名字 叫做六君子 为什么叫六君子呢 帮助大家记 就是可轻可足 这个是走音 没有打点 有打点 轻音 比较硬 比较轻 那为了帮助我们 记得这六个子音呢 你把这个写上去 Be glad 很快乐 Get fat 变胖了 其实变胖不快乐 变胖了 小baby变胖了 快乐 那么 B就是 Bate G Gimel D Dalif 那记得 Gimel跟Dalif 打点跟不打点 读音是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 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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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点跟不打点 这个音是一样的 在modern Hebrew F 这个就有分别了 打点是什么 Paper 不打点 轴音 Flower 还记得吗 那么 T 打点 那么 这个字呢 在一般的神学院 或者说在 以前的希伯来文 或者读圣经的读法 以前 基本上 这个是读 TH 你记得吗 这个是 有打点读T 但是 在近代的 以色列人的 绘画里面 他们为了方便 把这两个也 Merge into one 打点跟不打点 都读成T 所以你回去注意 送给你们那个 Genesis chapter one 那个audio 有回去听吧 它是读T的 但 跟TH的发音很接近 所以你不注意听的时候 其实也听不出来 但你注意听会听出 会有不同的 Tat home 这是第二节 所以 我们就把它背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 Be glad Get fat 就注意这个 这六君子 记住 这六个子音 可轻可轴 但是 有分别的读音 基本上是 Bate 就是可以读成 B 或者是V 轴音是V 那么有分别的 是这个 那么其他四个呢 现在在 Modern Hebrew呢 基本上都尽量给它简化 不要做太大的分别 那么 注意 这个 轻音呢 这个子音的 就是 有打点的 我们叫做 Dagash 看看 14页的前面 写着Dagash 这个字 看到吗 Dagash就是打点的意思 Is a dot in the heart of a letter 看到吗 在课本 第14页的最上面 Dagash 看到吗 那这种打点呢 就是在我们 希伯来文里面 分两种 一种就是 这个六君子 这六个子音的打点 那这种叫做Dagash Lang 就是弱 弱打点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一个轻轴之分 不是很强的 那这种打点呢 注意 在这个下面的table 它具有些例子 来说明 这种有打点 轻音的 止音的 通常它的 存在的情况 就像 Vocal shiwa一样 你记得 Vocal shiwa吗 It's in the beginning of a syllable Vocal shiwa Beginning of a syllable Vocal shiwa 那同样呢 这个 轻音的 止音的存在 你看看 在这个table的最 左边 看到吗 Bata 看到这个字吗 Bata Bata 就是信靠的意思 Bata 看到这个字吗 你看到这个b 它基本上是用个轻音 好 它是at the beginning of syllable 就是开始 做这个音节的一个开始的止音 它可以用轻音 假如不是做开始的 它就要 变成是走音字 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则 所以呢 你可以翻到你的课本十五页 这里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了 Examples in line one shows that Degades then appear in a letter 这个六个字 When that letter commends 把这句话画起来 commends a syllable in the beginning or middle of a word providing that there is no vocal no wow immediately before that letter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像 Vocal 学话的情况 它是commends or begins the syllable 记住这个简单的认词 然后其他就不需要 发太多时间说明了 举个例子 然后 这个打点 刚才提了 Degades 这个打点 第一个是弱打点 就是刚才打在这个六个子音上面的 把它变成轻音和走音之别 也叫弱打点 但另外一种呢 Degades Forted Forted 就是叫做强打点 强打点 那这个强打点呢 基本上 打在一个子音上面呢 是表达 把这个子音呢 Double 所以当你看到 一个子音 中间打了一个点 它的意思就是 Doubling this consonant 变成是这个含义了 两个T 变成了 这个叫强打点 强打点 to double a consonant 所以我们举一下例子 看看这个Number B 看到吗 看看Number B Number B 我们一同来 看Number B 看到吗 在这个十五页的Number B 找到吗 每个都有课本吧 没课本你跟不上的 When decades 40 appears in the letter it shows that for some reason the letter is double 看到吗 Double The letter is double Ketel 看到吗 这个 Tate 中间打点 实际的含义就等于说 Ketel 两个字的 所以 这种就是 强打点的 一个含义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 这种强打点的情况呢 就是把一个 子音 double呢 那么有几种情况 看下面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叫补偿作用 That is for compensative 看到吗 譬如说 这个mean 就是from的意思 M-I-N shu 就是so 少罗 假设这两个字 连在一起 from so 从 少罗 少罗而来 就把这个人字 这个proposition mean 加在 这个少罗的前面 so wo so wo 那么你发现呢 因为为了读的方便呢 常常呢 就把这个no 这个no 因为它 这个文义是很弱的 所以就常常会把它 delete掉 看到课本吗 追到课本 跟这里要match 翻到吗 15页 没有追到 跟不上举手 看不到课本在哪里 一定要举手 不然你们get lost 那么就把这个no 就常常读的时候 就delete掉 那delete掉呢 少了一个尾音 对不对 所以就要补偿 就在 这个following consonant 这个 跟在后面的子音呢 它就做打点 来补偿 失去的那个子音 所以变成了 mitch woo mitch woo 所以在这个 sh 这个地方呢 打了一个点 那这种情况呢 在我们的 英文上面呢 其实 也是类似的 为了读音的方便 比如说 legal 合法对不对 不合法 其实原来是 inegal 在拉丁文里面 是用inegal的 那 为了读音方便 顺畅 就把这个n 就delete掉 那这个n delete掉 也是要补偿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打点 就double 就产生现在的英文 elegal 是wl 所以你们 这些语言学家 他就会跟你解释 为什么l会double l 就是compensation 是因为他加上in 同样 immune system im 对 mune 免疫 同样的 这个n 本来就是说 挡得住这个 试菌 叫immu 那 这个n 这个n delete掉 所以这个字double 就产生现在的double m 就是immu system 也是同样的原理 所以其实语言的习惯 其实是相通的 无论在 拉丁语系 产生英文 或是希伯来文的语系 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 这个第一个就是decade four 跟着赛话小贺 若如所思 compensative 就是补偿的一个情况 你不需要担心 他已经就是帮你做好 你只是了解 有这种打点 有时候是这种情况 这是补偿的 他们在 这个文字的源流 一千多年都已经做好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只知道怎么去解释 为什么 这个指引要打点 变成double 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是补偿那个nu 那课本里面还举了一些例子 回去去看 我刚才只是把这个 min shu 这个 from soul 这个情况来表达 那第二种呢 就是 叫decade four catharistic 叫特征性的打点 什么叫特征性打点呢 就是当这个字 它在做一个 语词的变化 conjugation 比如说 从一个 普通动词 变成个强动词 什么叫强动词 当然你慢慢会学的 有一种强动词叫pl 现在我们一般所读的动词呢 叫cow 就是正常的 一般性的动词 没有加强语气的 你还记得我们 前两堂课讲到 这个天起了凉风 神在愿重的吗 行走 但是原文这个行走 这个词呢 它是用加强语气的 意思是说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表达神的那种的心情 那种对人期盼 出来悔改 不愿意马上把他的审判 彰形在亚当的身上 他在那边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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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表达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那那个动词 走来走去 就是在中间有打点的 那个词音 那这里举个例子 看看我们的课本 你看到这个 BK这个字 去寻找 那中间有打点的 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寻找 那这种是属于PL的 一个字的形态 就是加强了 那个的动作的 那个emphatic form 在这种情况 那么再翻到我们的课本 后面 十八页 这个十六页 注意十六页 它这里给你一个特别的说明 就是假如打点的字 记得吗 Guttle的字 有四个 记得吗 Alef Ain 嘿嘿 这四个叫 猴鹰 再加上个Rage 就五个叫猴鹰字 类似的 Rage就是 重卷蛇 所以也算是猴鹰字 这五个字叫Guttle 就是猴鹰字 假如 你碰到 这个字 这个子音 是个猴鹰字 我们已经讲过 猴鹰字是不能打点的 因为它已经是很重的猴鹰 在里面 所以他就举个例子 假如你碰到这个 ish 你看到 人 加上你ish 前面加个proposition meanish 所以按照原理来说 这里应该打点 对不对 看到吗 很小的点 看看你们课本 但是因为它是Guttle 不可以打点 猴鹰字不可以打点的 所以呢 就不打点 但是它的怒不见 怎么去补偿呢 它的补偿方法呢 就是把它下面的短母音 变成长母音 这样来补偿 叫meish 所以这样我们会看到 这些例子的 你就了解 为什么要把下面的母音 变成长母音 这个基本上就是 强打点 打在那个Guttle上面 但是Guttle又不可以打点 那总要有所补偿 所以就把它下面的短音 变成长母音 变成meish from a man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了解这个 打点的两方面的含义 一个是弱打点 打在六君子的身上 就是一同来读 be glad get fed 就变胖 就是六个子音 是有轻轴音的打点 那另外 强打点 打在不同的子音上面 是dubbling 那个子音 就是在这种情况 比如说ish这个字 前面加了个proposition 他就举了个例子 看到吗 ish 人 那当你要表达 from a man 就是meanish 那mean 那个noob 不见了 所以按照刚才所说明的 应该他这个following consonant 要打点 但因为他cut through 本身已经有一个built in很重的 重复的那种印在里面 所以他不能打点 所以他不能打点 所以我要表达这个补偿 把这个meanish 你看这里有个打点 他只是给你一个假式的字形 这个是假式的 有个ish 你看看你的课本 有个点在这个elef 中间的 这个有个小点 但是他说实际呢 应该变成meanish 这个不能打点 所以这里变成长音 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出现的情况 常常是加proposition 会产生的 好 再想想看 那现在我们最终要翻到 我们的课本 23页 现在我们开始 要真正的进入 exercise one 完真的了 之前这几课都是一些预备 23页 好 23页 The article 好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23页 一同来读 There is 一同来 There is no word for the indefinite article in Hebrew 就是说在希伯来文里面 没有这个不定贯词的 像英文的A 假如你看那个名词 前面没有任何的贯词 就表示是 indefinite 就是不定 就是malek 就是a king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 这个 A or N is not expressed 举个例 我们一同来读 malek 看到吗 那个中音打在字头的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 open syllable 是一个开放音节 但是还是可以用短母音 看到吗 本来应该 这个是open syllable 对不对 应该是用个长母音的 但是它用个短母音 就是因为它accent 记得我们之前讲了个原则吗 所以这个字是 malek 中音在前面 那翻成英文呢 就是a king 没有定贯词在前面 就是a king 那另外一个ion 眼睛 那有没有看到ion这两个字 真的是像两颗眼睛一样 瞪着你大大的ion 眼睛 没有加任何字头在前面 翻成就是ni 那么假如要加定贯词呢 基本上记住它的定贯词就是ha 这个字ha ha 这个就是定贯词ha 那要注意当这个定贯词呢 加在一个名词前面 一般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课本 在24页的中间 他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light 看到吗 哦 看到吗 在这个表的中间 他 我们先 不要看那个表 先看24页的最长 最上面 好不好 最上面 24页的最上面 定贯词是ha 是这个圆形 比如说他加在malak前面 你看到吗 哇 我手都不够高 我把它拿地点 哎呀 忘了带我的point 可怜 好 地点 OK 那看到malak这个字吗 假如你要表达the king 就 how malak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记得刚才所讲的 很多时候 一个定贯词 或者proposition 加在一个名字前面 它这个 这个 lame这个词呢 会disappear 会delete掉 for the smooth of the pronunciation 所以你看到 就把它delete掉不见了 不见了 要什么 补偿 记得吗 compensation 打点在 这个 melech 那个main 这个中间 看到吗 这个 银雅 看到吗 你做了最后 眼睛好 所以就变成 hegmelech 看到吗 这个delete掉 然后在 melech 中间打点 所以读的时候 读hegmelech 所以记住 在一般的 子音前面 一般的子音前面 背着这个原则 就是 ha 一点 这个 ha 一点 假如你 真的是怕 很难记 你就 哈哈 哈哈 完全个羊 哈哈 哈哈 笑一点 ha一点 记住 ha一点 我们用说 ha一点 这个是最简单的formule 你要加定罐词 就是ha 一点 Got it 但是 假如遇到 这个子音 刚才提过了 是喉音 所以他 下面就举了个例子了 刚才就是 alif light oh 看到吗 oh这个字 假如你要表达 the light oh 看到这个第一个字头吗 Gatron 若喉音 看到吗 碰到若喉音的字 包括 alif 和ain 这些都是若喉音的 子音 那 假如他要 加定罐词 ha 一点 能不能点上去啊 不能点 因为是喉音嘛 对不对 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不能打上去 记得刚才吗 像那个 from a man 变成 常母音 对了 变成 mayish 所以呢 同样的原则呢 他把这个 ha 一点 本来是 短母音的这个 pata 听到吗 变成常母音 所以变成 ha oh 看到吗 看到课本吗 ha oh 看到吗 同样眼睛 这个也是若喉音 roche rache 也是属于若喉音 我们先学读一下 oh 读一下 oh lo iron iron 这里有个小点 不要露着它 所以 roche roche 就是头 roche 所以 加定罐词 the light the eye the head 变成 ha oh ai ha roche 所有都是 kam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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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常母音 所以呢 这个formular就变成是 ha 不是一点 ha 常母音 我说你可以背起来 ha kameis ha kameis 我说 不然你 用这样背后可以 ha 常音 ha下面是常音 ok ha常音 把它变 pata ha 变成常音 ha 常音 也是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呢 碰到 强喉音 就是在我们 课本的第二个table 看到吗 那 你碰到强喉音 hey hey 这两个是强喉音 就是strong guttural 变起来 很强的喉音 碰到强喉音 因为它的强喉音 本身就标音了 那个重复音在里面 因为 ha 气 标音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 ha一点 不要打点 这个点就省了 所以它基本上回到 ha一点那个原则 但是呢 那个 省略了个打点 因为 因为已经标音 那个重复的音 在强喉音里面 所以碰到强喉音呢 你基本上 又回到 短母音 ha 就变成是 ha 不打点 就 简单动作 就是ha一个 就是 就是这个就行了 加这个就可以了 就不要打点 ha 不打点 碰到强喉音 所以你了解这些原则 你再读创世纪 第一章第一节 等一下我们把这些 可以找出来 基本上 定观词 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原则 好 然后 另外两个补充原则 两个补充原则 就是在 我们读一下 二十四页刚才所说明的 好 先读一下这一行 一同来 最后 在 to be impressed in the harsh sound of disgust. 在一個強吼音裡面已經表現了, 那個重複,那個味道,就不需要了。 那麼,下面有兩個特別例子, 它就說有divergency. A divergency from the above two sections occurs when the article stands before an accent heart and are, and always heart. 那在這三個沒有中音的直音的前面呢, 就基本上呢,就是放那個sego,看到嗎? 放sego,放sego. an accent,就是放那個hego, 所以這個只有靠背了,用sego. an accent,那你就是啊哈, 啊哈,就把它背起來,啊哈,就是這兩個字。 啊哈, and always before 哈, 這個是an accent, 這個呢,無論它有accent,沒有accent, 只要碰到這個中吼音哈, 下面都是有t的長吼音的, 就always它的直音都是用sego, 記住sego, 那這一種情況呢,就好像就是, 啊, 這個第三種情況,啊, 就是剛才所講的第三種情況,哈, 啊, 回到原來哈不打點,啊, 就是,但是,哈不打點,啊, 啊,這個是短母音,但是現在改成的短母音是這個是, sego的短母音, 所以這個就很容易被, 這種情況就是, 記住, 啊哈,啊, 就像,就約到啊哈王一樣, 啊哈, always, 哈, 這一種就是用sego, usego,啊, 啊哈, 那麼, 最後一種特別情況呢, 就是,啊, before accent, 假如有中吼音的啊哈, 啊, the article, 這個定罐詞呢, 就變成長母音, 回方長母音, 啊, 所以你就只有背起來, 只有 accent 的啊哈, 就是長母音, an accent 的啊哈, always before 哈, 短母音, 就是兩種簡單的情況, 啊, 三個點, sego, sego是三個點, 啊, 啊, 所以要背起這些名詞啦, 每一個母音的啊, 名字, 啊, 所以上面有一些例子啦, 你看看, that's afar, 看到嗎? 啊, 最上面, 這個, 啊,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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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他就是, 用這個, an accent, 哈, 所以你看到, 啊, 加這個定罐詞, 他就是用哈, sego,看到嗎? 就是sego, 我們的課本不是很清楚, 用電子版的會比較清楚一點, 都是用 sego,sego,sego 然后下面的例子呢 有accent的 就是用这个 he,kermes,he,kermes,he,kermes 看到吗 都是用这种情况 那么假如你 觉得看英文还是不太顺畅 上次是 为了阅试我写成中文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有一页 只都写中文的 就是把这个article 我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再看一看 所以我上面写 哈一点,哈长音 哈短音 就是 上次还没加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 为了我们看中文课本 有点困难呢 我就把它翻成这个中文 所以回去把它读一读 好 所以这个 回去把这个summary 英文的 跟我翻译成中文的对照一下 那你就会 一目了言 没有问题 好 讲了六君子 讲了弱打点 强打点 定观词 有点观念了吧 很好玩的 所以你西伯来文精通呢 你英文也会精通 所以为什么那些犹太人 那么会读书在美国 所有教育界的都是被犹太人垄断 因为他们西伯来读得通的话 英文太简单了 而且他们从小都背圣经 说是超级记忍 好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我们就 现在就学 exercise one的单字很重要 我把未来五个礼拜 我们要读的单字的都印在一个指头上 其实这单字将来都会考的 所以你有空就把它背 有空就把它背 那这五个exercise的单字 一定会出来的一些 然后就翻到我们的课本 二十六页 看到二十六页了吗 我们先学这些单字 那学了这些单字呢 这个礼拜你们回去要做下面的翻译 所以中意我们进入translation了 翻译是最重要的 因为原文圣经就是要翻译 把它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英文 所以包括将来我们会 班上会出的同学 是将来可以做翻译圣经的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一位同学毕业了 就跟那个 那个什么弟兄 马弟兄 做这个 对马弟兄弟兄 做希腊文的翻译 做得很好 编这个希腊文的concordance 这个圣经 所以好好学 因为以你们的天才 达了这个基础 你们 假如能学懂了 这本希腊文的这个textbook 我看了所有希腊文的textbook里面呢 这本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比较难度的 所以一般的神学不敢用这本书 但是林院长都用这本书待了我们两年 非常好 所以好 已经电子版了 而且可以放大 这个有时候还看不清楚 所以鼓励你们 每个都拿到电子版了嘛 那我看看再请秘书下载一个中文版的给你 就是在四川大学 他们编了一套三册的 也有电子版 我不知道这些 中国同工真厉害 什么都有电子版 copy is right 翻版是对的 为了神固度的推广 不要紧张那么小气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没有版权的 所以 很多中国同工说 院长你知道你的课程在中国都是有卖的 一份要一百块 所以有些同学就是因为在中国 买了某的课本 DVD的资料 觉得很好就跑来这边美国读书 所以copy is right 请他们去送出去 好我们 这个在外面不能乱讲 很麻烦 好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单字 Malak 看到吗 这个常母音 O加Yoga到前面 Yom 就是Day 那这个Day也可以表达是 一段时间的意思的 Yom 中音在前面 Lilax 就是晚上 Lilax 刚才学到了 O 这个老朋友了 怎么读啊 Adam 就是Adam Adam 就是英文就是Adam 这个词翻来 那么 假如Adam这个词呢 加一个词尾 阴性的词尾 之数 这个是一个阴性词尾 就Adam Adam Adam从哪里来的 是从尘土来的 从地土来的 其实Adam这个词 原来是从Adam来的 它是出于土 Adam 所以这个地球 Land Ground 都是Adam Adam 所以看到这个 Composition Shiwa吗 所以读起来 就像Shiwa一样 但是 虽然它的短母音是Pata R 但是更短一点 所以读的是 Adam 好 Ear 好像耳朵 其实不是耳朵 音像耳朵Ear 但是是City Year 这个很熟了 Elekim 对 所以记住啊 这个是Composition 所以读得比较短 Elekim 要快一点 前面要短 Elekim 这个 走音来的 是读F还是读P F 就是Aphah Aphah 好像 一朵花的花 Aphah Aphah 所以从土 长出花来 没错 这是Miracle 我常常想不通 怎么会在那么长的里头里面 长出那么美丽的花朵 真的想不通 Miracle Aphah Aphah 这个在创世纪 第一章有了 Hoshek 广东话是好吃 就是好吃 你去广东话都容易一点 Hoshek Hoshek 哎 有没有 读广东话了 好吃 懂广东话了 你跟Simon去 你看 Hoshek 就是Darkness 刚才取过了 所以你一个草木音O在上面 不要看漏 所以Roshe Ro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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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玫瑰 但又不是玫瑰 因为它是SH的维音 Roshe Hey car 很讨厌 Hey the car 因为车子 常常话 Hey car 就是这个 Palace 或Temple 都是用Hey car 这个字 宫殿 或者是圣殿 都是用Hey car 这个东西跟得上吧 可以吧 努力一下 拼音搞定就行了 所以你发现 这个是短母音 Hey 长母音 A 变成Hey Hey car 这个长母音 A 卡 Hey car 前面那个方式 有一节词 有一个词 因为那些母音 母音在这个上面 它 它就是 这个节点 就是两用的 又是它原来的 Shin 又是这个 Holung 所以 遇到这种情况 它就是 一点 两个含义 是它本来的 直音的 Shin 但又是 长母音的 点 Oh 所以变成 Holshik 所以 从他们读音 你就知道 这里有 节点是 一点两用的 一语两次的 很精彩的 这个中音 这个中音 其实这个O 你就把它当作是这个意思了 等于说 这是一个 Axen 中音在前面 Holshik 这个O 是一个音节 是中音 中音在D 前面 赤音节 Holshik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子音 的话 一定要母音 当然它母音打在这里 是这样的 一对的 它的音节是这样的 看到吗 是赤音节 Holshik 好 然后 最左边就最简单了 Berechef Berechef 我们背了吗 对不对 Bere出现了 会背吗 我们来背一下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Berec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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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keem Ave Hashamayin Ave Hashama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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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考试会 默写这一节 我先给你们 这个考试的消息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一定要默写 Dictation 所以你们一定要背起来 不背起来 你们考得很困难 好 我们在读街 很容易的 Berechef 有信心拼音了吗 B的直音 加上T A R B加上R B R加上R Berec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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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 台语Ama 就是 老太太 阿嬷 喜欢一直讲话 阿嬷 He said 就没错了 阿嬷 He said 然后 He came 爸 爸爸来了 盼望现在这些 爸爸都不回家了 爸爸 爸爸快点 Cam 回家来了 He came 爸爸来了 L 这个是一个 Preposition Mean 也是一个 Preposition Conjunction Wear 也是一个 Conjunction N 这是一个 Schwa Wear 很短的 Wear 好 那么 我们就 复习从右边 开始读 快点做 不然师母会有 Spike 所以我不做 所以快点做一下 好 哪一个 Wear Wear 本来是 Wear 本来它是 Wa 是用 R的母音来发的 但是它是 Wear 现在是用 Sigo 然后 变成Schwa Schwa 是发这个音的 记住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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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从 最右边开始 说 Malek Yom Laila O Adam Edama 第二个 Column Yir Elohim Afar Hosher Rosh Hikar 最前面 Bara 阿妈 爸 爸爸来了 你就旁边做个 祝音 爸爸来了 Bara He came L Nin V 好 那个小赫 帮我们读一下 最右边 你读第一个 Column 就够了 对右边 King Good Malek 大声 你很好 多大声一点 对不对 Very good 勇敢一点 第二个 Very good Yom Laila Laila 光来了 哦 哇 用这个来 哦 哇 好高兴 哦 光来了 哦 这个 人一定懂了 这个是英文的 Adam 要读西伯来文 Adam 中音在后面 没有放中音的 一定是中音 是impressed 在最后 最后面的 Adam Very good Adam 看到那个短母音 Ad吗 A A Adam Adam Very good 好 不错 不错 好 那 那个 谁可以试试看 那个请 这个 金姐妹好像是英文叫Iris 就是 Irene Irene Ivy 对了 长春坦 不错 好 读第二个 Column Good 二一耳朵 像耳朵的 Elohim 最为巴士要关口的 因为它是M Elohim 要关口 尘土 对了 花出于尘土 Aphah 中音在前面 Ho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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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he 对 很讨厌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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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讨厌这个词 整天坏 那完成你的词怎么样搞定了哈 还没搞定哈 很讨厌 对不对 OK 第三个Column 我们请最后面Grace 谁试试看 很讨厌 非常好 阿嬷 对 你台湾人一定会读的 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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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北哥像Grace像就搞定了哈 没问题哈 所以很有成就感了 Exercise文搞定了哈 来A 这个是 A 啦 这边 有啊 什么 那個叫 啦 лем的跟 あ ons 这边不是发音是 真 对啊 ls 它 這是一個 拉 這個yote它不發音 它不發音 或許你可以給它很短 它讀快了 就好像只有兩個音節 嚴格來說 因為它這個中音在前面 所以可以 這個是個 open syllable 用短母音 所以你應該是有一個很短的音 但是 一般他們讀得很快 拉拉 好像把那個yote的音 很标音在裡面 所以假里要把它放慢來 拉拉拉 但是通常他們都讀得很快 拉拉 對 那這邊的曲話 是 這個是vocal的 所以就是說 本來應該有一個很短的音在這裡 所以你的 這個是vocal曲話 應該是有一個很短 應該是 拉拉 所以它把那個拉跟壓 連在一起 讀變成 拉拉 拉拉 就是它是有發音的 有發音的 但是很短很短 對 這是vocal 所以你的觀察是對的 但他們 讀這個詞通常讀得很快 拉拉 就把它讀過去 拉拉 好 我們來看一下翻譯 很容易 我們讀一下 number one 我們的exercise 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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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翻譯 我們做一下英文翻譯 那基本上很簡單了 好 我就demo一下給你 剩下最後一分鐘 Ma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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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回去寫一下Malek 這個字 然後就在旁邊翻譯 翻成什麼 A king A king 就要盡量用英文 因為中文沒辦法翻 A king 你看到嗎 哈一點 因為這是Malek 一般的子音 哈Malek 翻成英文是什麼 The king 所以 你寫這個字 然後就在旁邊翻 The king 那第一題不用做了 因為已經講完了 Yom 翻成英文 A day Hayom The day Laila 哈Laila The l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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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 Night 不是Lig Nig Night O 看到嗎 這個是Vicatro 弱喉音 不能打點 所以變了 要什麼 長母音 哈 長一點 就是長母音 長音 哈長音 哈 哈 O 又遇到這個弱喉音 Ear 所以加定觀詞 The light 哈 Ear 又噴到弱喉音 Rouge 哈 Rouge The head 那麼這裡就精彩了 Hoshek 這個是什麼 重喉音 歸回短母音 哈 Hoshek 看到嗎 這是一個短母音 歸回原來的短母音 又不需要加一點 哈 所以我們回去呢 你們輕鬆了 就把從第八題翻到第十八題 哈 就抄西伯來文 在旁邊寫英文的翻譯 哈 哈 東西天這個禮拜 不睡覺不要加緊哈 把它做出來哈 哈 哈 之前的一些作業 哈 再補一補哈 哈 有韓文底一定跟得上哈 哈 沒問題 哈 所以 有沒有問題 這個禮拜我們 就把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把它幹掉哈 我們的目標啊 要做到exercise 5哈 哈 我們要考試考到exercise 5哈 哈 那中間我們還要會加很多東西 別的東西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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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